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大家 所以我來作為第一次參加台中哲舞的活動 但是參加哲舞的活動我絕對不是第一次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其實在台北場的哲舞 其實我參與蠻多的次數 包括剛剛開場主持人一開始介紹職務的源頭的時候 當時在泰孫街那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我就開始參與了 那台中對我來講也是一個蠻有特殊意義的地方 因為我在台中大概也快要住了 最近二號快要住了超過十年 因為求學的階段 然後也很多種種的英勇 都在跟台中很深的關聯 那今天的主張者 Naga 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們認識得很早 然後在荷蘭留學的時間 我們甚至是室友 同居人 什麼叫同居人呢 就是我們一起share一個party 所以我們在他開玩笑說 所以有時候見面會問說 同居人 對 同居了兩年 有時候見面會開玩笑問說 同居人最近怎麼樣 對 那 我的那個研究的領域是政治經濟方面的研究 但是其實我原本是研究法律 然後後來轉到這個領域 那對我來講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有關於規範 規範的一個求職的路程 因為我一直以來從最早開始念法律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就對法條沒什麼興趣 可是我對背後的價值 背後的規範一直都很有興趣 那為什麼要去講這些呢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在尋求一種價值 那我想包括哲武也好 或是包括我和Nagal也好 包括跟Dust也好 包括Claire也好 我們還有在場的其他的朋友也好 那我們以前常常所共同 共通的那個話題就是 我會覺得是什麼 共通的話題就是有關於價值的部分 那也包括 這個價值的出發不是因為 我們有什麼共同的部分 而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差異其實是認知與理解開始 正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成為超過十年以上的好朋友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那我也很榮幸的 就是說拿到這本書裡面是 我是第一的讀者 那他的發表會裡面 我會很榮幸 這今天是我介紹他書的第二場 好 那明天應該會 台北場就是超級多 對 所以明天可能還要再回師台北場 對 明天台北2月場 對 對 那所以這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來講是一個榮幸 因為 因為我的好朋友的 其實我可以連續介紹三次 我覺得 這是對我莫大的信任 也是莫大的榮譽 那 那在介紹 介紹這本書之前 我會說應該說 我們在談今天的問題之前 《驟》 《驟》 《驟》與台灣人著名文化的現況 從這本小說 《驟島之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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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會被 最少會被六十大禮咒 那其他的 那這個咒 欸這個咒聽起來還蠻好 也沒有什麼太過神祕的部分 那甚至我們常講的 佛教徒的話就更會講說 阿 歐彌陀佛 欸這個應該也是咒 那其他的宗教裡面也有很多很多類似的 那你說喔 那咒一定都跟宗教有關嗎 其實也未必 其實很多咒的源頭很可能是什麼 其實咒的最根本的部分是 民性 民智的問題 什麼民性 民智的部分就是去定義 那個課題它本身是什麼 那根本的問題 那不管學法律也好 學政經濟學也好 中經濟學也好 或歷史也好 都會先面臨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怎麼定義它 但是當你知道 當你定義它的時候 其實你就對它下了一個咒 為什麼 你定義了它 它可能就按照你所想像的形貌 你去理解它 然後它在你面前 轟然出現 這個東西聽起來 什麼叫轟然出現 就是像是像哈利波特那樣 講完咒就突然不見了嗎 也不是 可能是你才突然理解到 它的形貌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 那你就命名啊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咒 對不對 我想你的父母會把你 取名叫各種名字裡面 可能民性之間就除在著一種期盼 一種他希望 希望你可以在人生的路上如何順遂 或有某種某種的提搶 像我們如果我們漢人常講的 那個靜靈學裡面就會有 你缺金要補金 缺木要補木 缺水要補水 金太多 木太多的時候要怎麼樣 等等 其實仔細去想想 這些東西都跟咒的意念很相似 那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延伸出一件事情 就是說咒本身就跟意志有關 咒本身就跟你怎麼支配這個課題有關 這會為什麼 講到這個東西我們會想到 最近有一件事情花蓮的光復箱 然後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原住民的朋友 當然是我的好朋友拿到他們 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去噴漆 噴漆裡面 就是他們的別人 對啊 你跟他們 個人 個人往往代表基金一致 OK 好 那我現在 因為主要是說訴求上面 你們訴求等會我們 我們會請再把它講一次 但是裡面一個 國中文裡面有一個對我來講 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對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說 也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去示範就是民從主人這個事情 為什麼叫民從主人 你叫什麼名字有誰決定 不會是我決定 一定是做為主的任務 做決定 也許你還沒有 你覺得我還沒有支配權的時候 從小是我媽媽命名的 可是根據他的法律 你年紀大了一定年紀時候 你可以去改 民性是可以自己自主的 從個體是這樣講 那從國家的主體也一樣 你希望是什麼樣的國家 你希望你是什麼樣的國家 你希望這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一定會跟這個 這個決定的記憶有關 記憶本身就是一個意識的人 記憶本身就是一個 有關於話語 有關於命名 有關於所有想望的一個人投射 那個投射 也許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或說實際上來看可能就是咒 當然我是學政治經濟學 我不是咒術專家 所以有關於咒的誤課 我們當然就要請 我的好朋友 另外一位好朋友 王大廠 我們的熟番咒術專家 跟我們來做一個這樣的對談 所以我想 所以我對有這樣的開場 其實真正精彩的應該會是 從我們主攤的以及我好朋友 王大廠之間的對話之中慢慢展開的 我現在就把麥克風交給我的朋友 拿到 謝謝 謝謝小焦 謝謝小焦 那個 在我開始談任何事情之前 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有看過《絕導之作》這本小說的 可以舉手嗎 所以多數的人都不知道這個小說的內容 對不對 所以很好 因為如果你們都看過的話 你們就可能會去買到 所以 但是我 我要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認為這個 《絕導之作》這個小說 它有討論的價值 神聖你有看過嗎 還沒看 還沒看 買了還沒看 你都看嗎 快幫我寫書名 答應了嗎 那個 那個 因為齁 其實 咒等一下我會跟這個大廠的人 會討論 因為大廠對咒 它有很多 很多的抗法 那我剛剛已經認識十年了 十幾年了 那 但是《絕導之咒》的這個咒 我其實要 可以從咒來談台灣當代原住民的現況 它是我寫的台灣原住民當代傳說三部曲的第一部 三部曲都已經寫完了 三本都已經寫完了 就是第一部 那 這個故事是圍繞著咒 但是問題出在 在這個故事裡面的主角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年輕人 這些人呢 有幾個 用我們阿美語來講 叫做《娃娃女士大師》 那我在 在這個 直接翻譯的中文的話 叫做《巫師的孩子》 那我在小說裡面 我是寫著這種人叫做 具有巫師的體質 生來具有一種 可以當巫師的錢 那 故事裡面有一些像這樣子的人 他又發生了一些離奇死亡的事件 然後他們去追查這件事情 那他們發現了 這 他們在追查的東西就是什麼咒的怪 但是問題來了 這些主角呢 主要的主角 因為至少有兩個 一個是他美女的 就是 我設定他是馬太安的 那另外一個是 布農族 非洲族的混血 這兩個人呢 都具有巫師的體質 但是很不幸的 你有巫師的體質是一回事 你是巫師又是另外一馬的事 在台灣的南老族都一樣 巫師是要受訓練的 當我們現代化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你 比方說像我 我的家裡 這個我們長輩 我們馬太安說 我是馬太安 我具有巫師的體質 我是巫師的孩子 可是我們的巫術已經失傳了 我這一輩子是不可能變成巫師的 所以這個 我在小說裡面 我把它當做一個非常 對於具有這種體質來說 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你發揮天性的可能性 完全不存在 一個傳統 一個文化消失了絲毫 就沒了 所以這個小說呢 是圍繞這個東西長的 我們 他們都知道這裡面有詛咒 這裡面牽涉的人命 這裡面牽涉著遠古時代的糾紛 塞交友情跟凱雷記 有這些糾紛 然後呢 後面還出現了這個亂倫的問題 亂倫其實也有 等一下我會談到 亂倫在為什麼 我在小說裡面 我要拿亂倫這個愛情故事 夾在裡面 不是我傻猴子 他有的話上就是 為什麼我要拿亂倫 那 所以這些 這一群年輕人 他們面對的問題 就是今天 臺灣遠近面面對的問題 那你們呢 就是你們都會偷吃 來快去買書嘛 對不對 常常大家都同意 我告訴你們重點 看你可以 你不想要想那個後面的問題 也很OK 我被你打包票 你會覺得故事很好看 你跟我說不好看 好 你那個沒有想要 沒有想要馬上把他看完 我投給你 那個你很好看 你一定會馬上把他看完 那 但是如果你看故事完了以後 你要想他背後的問題 他背後的問題非常多 那我在這邊 在回到具體的問題之前 我一定要先說明一下 因為我這一本書 他看起來好像沒怎麼樣 這十二萬字 那我三部曲寫起來 將近三十萬字 那個是要花時間 風打 這鍵盤快打爛了 手很痛 而且這個要構成 當然我很感謝 那是我們每天寫一個回額 分享給幾個朋友 柯萊爾 阿哲 小蕭 那個大腸 還有誰 還有另外一個是台文專家 他們在 那這個 我們感謝當時就有這些 這些這個讀者 不過為了不能開天窗 每天一定要寫 所以很快就寫完 寫完了以後 老師 導勞是一定同意 每天寫每天寫 寫完後有書稿 有書稿就可以修了 對不對 對 論文都是這樣寫的 小說也是這樣寫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看了小說 你想要思考 就是背後的那種文化 首先第一點 具有無私體質的人 他知道有咒是個存在的 可能我背著詛咒 我面臨的詛咒 我遇到了詛咒 比方說我的朋友會詛咒 一開始就有人死掉 離奇死了 就是被咒死 他們就去追查到為什麼死 後來才發現那個咒 跟在下的矮人 矮人有關 但是那個咒的內容 那個你們自己要花四百萬 我要強調那個五十塊 要圈進去 因為哲武的功勢力重大 這一點一定要講 這個 他們不管追查到什麼東西 問題在於說 當我 如果我今天是個巫師 我可以解咒 我知道咒是什麼 我可以了解咒是什麼 我可以去處理那個咒 問題是我今天就算 我知道了咒是什麼 我作為一個所謂的 具有無私體質的人 我卻永遠沒有辦法變成無私 我拿這個咒怎麼辦 怎麼辦 就沒筆條吧 很簡單講 就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解決到處 故事裡面 這個小說裡面 第一部的主角 叫做鎔羅肉 是那個 我設定他是 這個畫臨 汪富鄉 馬開安陸入 他就是 所謂的 娃娃娃娃娃娃娃 他是有無私體質的人 其實過去在 卡達恩真的有一個 一個無私 他的名字就叫做鎔羅肉 我就是取他的名字來當作這個 眼睛腳的名字 他有很強烈的直覺 他可以有沒有怎麼樣 可是等他去追查 說某人為什麼在禮犀石嗎 我藏毛什麼的 說連他自己都捲進生命危險 他身邊的人都捲進生命危險的時候 他發現我有這個能力又怎麼樣呢 我沒有辦法成立這個業 他的同伴裡面有了死者的異敵 也是有無視體質的人 他就是屬於了解說 我在現代這個社會 具有無視體質的人 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的享受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寫 我要表達的就是 現在的援助理 如果你承襲你的常常文化 你背錯某些東西 不要說背錯了 我用一個中心的意思 就是我接受某些東西 我擁抱它 那你就可能在現代社會裡面 面對到一些問題 那你可能想要用你的文化方式 你的文化方式來處理它 但是對不起你為什麼會看 那文化也比較適合 我沒有辦法用文化方式來處理 那我該怎麼辦 那該怎麼辦 總不能喝酒不是辦法 總是喝酒有喝醒的時候 我們認真地講好了 這個就是剛代表你的問題 什麼嗎 同意嗎 嗯 剛剛問你也敢說是同意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東西流失了 我們想要有抱傳統 不管你平靡傳統 多傳統叫做傳統 但是當你文化的某一部分流失了 你偏偏要需要它的指控 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我設定主角所謂具有無私體質的年輕人 然後他們遇上了一些強大的詛咒 各種各樣的詛咒 但是他們處理不了這個問題 那第一個詛咒就是有人一起死亡 後來他們去追查 就跟這個善家族主題有關 第二個詛咒呢 就是這群人裡面呢 我這個是直接在破題 我希望你們會這樣子 或你會覺得很好看 對 發誓得很好看 簡單的講就是這四個人裡面 他們四個人去追查 一起死亡之主 這當中有兩個人後來就戀愛了 但是他們相戀了四年才互相表白 表白了以後發現 情緣其中有一個人一直生死屁靈 表白了以後才發現 原來他們是從不以後的 聽起來好像成這樣爛掉 那個太陽花系列 我不是太陽花系列 花系列啦 他現在不能說太陽花了 不管了 管他什麼花 這花系列 為什麼我要設定這個主題呢 其實我就明白了在這邊講 事實上這個照理說應該是 買花了四百塊 買歲以後就講 但是我可是在這邊很明白的講 這個亂倫齁 其實這個小說裡面有一個光大教授 那個光木教授 哈拉克神聖 哈拉克神聖呢 我設定他呢 他點閱台灣原住民傳統文化 他就認識這些年輕人 那他也很震撼發現說 搞了半天你們這對列人是兄妹的 而且你們已經相約四年 不是說我今天 愛你兩個月我被控制 已經四年了 我四年的感情基礎 我怎麼辦 這個阿拉克神聖呢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現代社會 都能夠容納亂倫的行為 但是幾乎每一個民族 都有十足亂倫的上市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在遠古時代 亂倫是人類圍繫命害的唯一手段 他說了這樣的話 那當然這個 這個並沒有 其實到了小說結束 你們都不知道這位兄妹 到底說了什麼 就是他自己覺得是open的 結果是open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位阿拉克神聖呢 他說這句話 代表什麼 你如果放在我們台灣原住民 當代台灣原住民的情況 和耐用下來看的話 我就直接的講 他其實 我們用一個比較嚴肅的方式說 你接受當代 不准許亂倫這種行為 的道德這個價值觀 他有 他有 你接受當代的這個社會規範 你就是接受現在原住民的 文化的現況 你是不是有很多 遇上很多很多的問題 有些問題是 漢人他認為那是問題 有的是我們原住民自己認為 是問題 那有的是我們 中屬認為是問題 我們他們也覺得 你那個死掉問題 之類的 那但是 接受現況 是一個方式 那接受現況 我在故事裡面 講了解這個現況 那這位兄妹就是 他就分開了 我就放棄這段愛情 但是 如果他們兩個在一起 因為亂倫 你說 不可以亂倫 事實上 你如果要幹的話 你就幹嘛 對不對 這個不是 這個實際上是做得到的事情 他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是可以亂倫 你不是亂倫的話 你一樣是可以發生 那個sexual relation 這是問題 他不是實體上 實體上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今天 就變真的亂倫 在culturally它代表什麼 以台灣原住民的火花圈放 阿里神社說了 過去那是 維繫人類命脈的唯一手段 那麼如果今天的原住民 是兩個這個亂倫 困困在這個亂的問題裡面 這兩個 假設他代表了 處在困境當中的所有 他們如果最後決定我選擇要亂倫 好 就是我不把我們這個原住的關係 我們就是 我們要擁抱我們的感情 我們要戴喜 他代表什麼 先生 先生 以我的看法 開始興趣 就是重新開始興趣 就是我 我 我不管今天原住民的現況 文化現況是什麼 我從頭來過 這個 但是這個 所以我為什麼 但是各位 民運運的關係 應該都相當的有文化素 有沒有 我直接應該都教得很好 那個 用亂倫 來亂倫 因為我聽了亂倫 我覺得它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當有兩個人選擇用亂倫 或者是一群人選擇用類似 像亂倫這樣子 重大的事情來做 開啟興趣的代價 或什麼 各位想想看 你自己在做原住民運動 假設今天 我們原住民運動 重大的選擇 那個選擇 可以用亂倫來比喻的話 兄妹亂倫 你心理上 付出多大的代價 跨得過這條錢 你這樣可信 我要強調就是這一點 為什麼我要安排亂倫 就是這樣 不是為你們發信 是因為我要強調 原住民做抉擇 我要接受現況也好 接受現況也很痛 因為我們彼此這樣 我們攻擊力這麼多的地方 結果 所以接受現況很痛 我不接受現況 我就是硬幹人 我不管你 讓你 那你的內心的那個 付出的那個 sacological crisis 有多大 這個是我想要透過小說 表達出來的 所以大家看 你可以當小說看 然後有看過小說的人 都到底也很好看 半小時一小時就看我們 你就一直想要看看 看到最後 幹 就說我沒有告訴大家 他們有沒有兩個 這樣子 但是重點是 我寫這個小說 事實上我是在實踐 我的文化床 因為我有思想要很好 我對台灣人性的現況 面對的問題 我可能沒有具體的 在小說裡面點出問題 因為小說有小說的情節 我可能在裡面那邊談說 今天這個 什麼 有人幫我們當人看 或者是不知道 可能講這個 我要講故事 但是我用故事 來包裝思想 我有疑問要傳達 我有思想要傳達 然後我有問題要問你 我可能寫這個小說的 那個範圍是 open 怎麼要自己決定 最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為什麼 就直接的把我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明明白白的寫文章寫出來 因為那不是原住民的方法 原住民 尤其是我媽美洲 周族我自己等一下再說 我媽美洲傳達 可能是 我不會請到法蘭族 我們阿美族的傳統是這樣子 我相信法蘭族也是一樣 基本上 阿美族呢 我們有 又有個是國術傳統的名字 前面有個名字 不管是什麼 系統 家族的系統 其實都是寄在腦海裡 一代一代傳下去的 像我們 打法洞 太巴掌這邊 六十代 算到我們六十代 六十代 六十代你計算都看不多久的時間 然後一代一代的寄在腦袋裡面 那這個 這個以前 不是因為以前的人記憶力比較好 因為那是他的生活方式 因為我 現在我們有太多其他的工具 所以你跟 你不會去洗澡 你大航要賣過 那此外是 當我有東西要交 比方說我今天是一個老名 然後我有東西有知識有知識 要交給年輕人的時候 我不會直接跟你講 就好像老師有的時候會很苦心 對不對 直接講平衡 都要講一套什麼東西 然後講一套聽 然後讓他自己 就出了一套 然後想要就 關過照 其實就中了老師的技能 我們 我們這個 至少阿美 我們在傳遞知識的時候 我們是講故事 我講故事給你聽 這個故事的裡面有它的意思 那為什麼要講故事呢 因為如果我不講故事的話 你不會記得 故事好聽 訊話不好聽 所以 那這個 所以阿美徒基本上 講故事 是你傳遞知識的一個 傳統的方法 那今天即使 書寫已經是現在社會 傳播知識 不管傳播什麼東西 最基本的方式 我想說是有寫的面對 但是我的精神 我還是按照這套美徒文化的 傳統的知識 我用說故事的方式 來表達非常嚴重的議題 事實上 我這個商戶學小說 寫完以後 因為我正在逆博士當馬 比如說 我應該正在寫博士論文 那我就跟 我的指導師說 他是荷蘭人 我就跟他 spive開會 然後 花了很長的時間 跟他 打在這個故事牆 寫中文寫了快30萬字 他該不要講多少 這樣 但主要情節全部都講完 他聽完以後 他就說 這個就是你非學術館的 可是我 只是很不信你學術館 你還是要寫 但是我的指導教授 他到東華大尾課做過兩次 他為了收我當學生 他跑到華大區 他去認識他女族 他現在只認識他女族 那這個 所以他聽了這麼多以後 然後因為他做了之後 然後他知道我做的理由內容 他馬上意識到 這個就是我要做的 不是你做的 我的文化方法 我的表達方式 這個才是我 naturally會表達的方式 這是我的文化 即使今天一直用寫的 我還是用講故事的方式講 這個是我們主傳的方法 講故事唱歌 如果事情複雜的話 我還要用唱 因為用唱會更容易記得 那 所以 雖然很不信我 還是要把學術館的論文寫掉 但是我要跟大家強調的一點 就是說 當大家都當故事看 看看故事講 那個沒有關係 當娛樂也沒有關係 但是他背後 是有非常深的意義在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我可以拿這個小說 來跟大家談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線畫 因為這個小說裡面的情節 我設計的這些情節 就是要來描述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線畫 是窘到什麼一個地步 然後困 如果是坐在困裡面 是困到一個什麼地步 然後呢 如果你沒有辦法寫問題 是沒有辦法到一個什麼地步 像我說巫蘇消失的 沒有辦法就是百分之五百 也沒有辦法 也提供的這種事情 有些人是 叫你們要不要要怎麼 只可以選擇我 等等 所以我 剛剛我等於剪接了這個小說 那 這個 稍微 有一點文化 這個 沒有怎麼說 喜歡做文化思考的 你應該是文化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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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說 因為這個 這個不只是 這個 我特別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呃 你可以不管 你可以想不出後面 後面我剛剛說的那些問題的答案 你也可以對那個小說的結論 說不出 就是說 你做一個組織 我會罵決定 他們最後要怎樣 但是我希望 今天在座的各位了解一件事情 原住民傳承文化 即使在今天這個書寫的時代 還是不會放棄 口述傳統的文化 跟那個精神 什麼樣的事 可以說 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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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我是不滿足 是啊 我說 你同意嗎 對 我講錯了 對 你同意 對 尤其是我希望 我其實很希望 可能其他原住民跟我的想法不一定一樣 他可能覺得我就不要 我也有用足以寫東西 有時候我又覺得用足以寫東西沒有東西 可是 所以這個 這個當中的事情很複雜 但是呢 對我來說呢 這個小說是我個人的一個process 我 我曾經花了一年的時間回家 不幹任何事情 不是每天就是在那裡 觀察波羅裡面的時候 學習 從頭學習自己的文化 就像一個外人 一個人類學家一樣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到 你變成 就是因為我離家很久 回家一年 然後慢慢慢慢到 我真的變成 重新變成這個孤獨民分子 就在那一年裡面 就是2008年 那一年裡面 我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我幫你講的 知識的傳遞 不是 即使今天是靠書寫 即使今天是我們市長老人家說 我們都會超難 都會超掉 因為我們 我們足以很爛 老人家又足以講 我們就趕快抄 然後又翻譯成中文 然後再討論 即使我們會用書寫的方式來做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完全放棄口述的 這個所謂口述傳統的文化精神的話 你就是放棄了你的文化 因為人類社會可以分 就是大別有一兩道類 文字傳統的社會跟口述傳統的社會 這兩個社會是完全不要的 文化文字是完全不同的 我自己就坐進這個文字 然後下一個牆 大家好好溝通一下 所以不管今天你思不思考後面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至少有做我的阿美籍文 然後我寫小說或者我做文字 我堅持一件事情 即使我今天又寫 我還是要把握那個阿美籍文化的精神 口述傳統的精神 說故事 但是當然 因為我不會作曲 不然的話可以用唱或是用笑容 那就是說我們有魔化表情的方式 這個圖示表面上看起來 沒有那麼簡單而已 所以如果大家問我說 我到底是關於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它是非常嚴肅的小說 但是看起來不嚴肅 裡面沒有一個小學生不認識的字 如果有的話我投給你 一定沒有 因為我認識的字 就 我用的字都非常不順 那這個也很容易看 但是 即使說了這些故事 它背後有很多的東西要思考 你願意思考你就會思考 這個思考不思考 這個是想做不完的 這個老師都很清楚 學生不思考 你也知道他給你這樣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今天借這個機會 今天有這麼多人 尤其是年紀的學生在場 那有人說 覺得你問你這個漢人 有什麼樣的 差很多 至少在我剛剛說的這一點上 差很多 你 當然 我不能說沒有漢人 就是說我有很複雜的思想 我用故事來包裝 當然有這種人 但是我要說的是 今天我費這麼大的心力 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是非常conscious的 在實踐我的文化 所以這個是我 我寫這個小書 為什麼對我自己個人來說 意義重大 我要跟大家講 我的指導叫做荷蘭人 荷蘭又英文解釋的這個 整個商務局的事情 連他一個歐洲人一聽 都知道說這個背後 是一個很大的學術問題 所以我希望台灣人 如果你在意台灣的本土文化 因為這個小書裡面的 原住民是本土不同的族群 如果你在意台灣的本土文化 你可能 你可能要去思考這一點 就是原住民文化的傳統 很多人都說 我愛上次 什麼你也愛台灣原住民 之前我在原住要幹什麼 你愛我幹嘛 你尊重我就好 我不是你的寵物 你愛我幹嘛 對 再次說真的 就是說 我也不會突然說 看人我愛你 你不會講文化 但是我至少 我要有一個基本的尊重 所以如果 會去 大家在意台灣是一個 承認 而且也在意 或者是希望 讓台灣真的是一個 多有文化的導引的話 在這個方面 文化性的思考 你要多一點 也許不同的族群 他會有不同的假的方式 但是我選擇的方式 不是 然後選擇小區 我們非要處理的問題 非常的複雜 複雜到最後我決定 這個結局就 交給組織王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去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我幫你小校 剛剛說的這個 完全沒有了銘的問題 什麼 我說我一直要把你打回來 沒有 剛剛就是 我剛剛就是說 因為我suppose 大家都沒有看過這個小說 所以在沒有看過這個小說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談 什麼咒啊 你看有這個文化現況 你會完全 這完全Hour of contact 你會覺得今天很無聊 不知道你們做到什麼在幹嘛 大概可以知道是死神明病 我們喜歡不被人家當死神明病 你可能覺得我是神明病 所以我先給大家一個contact 大致的脈絡是這樣 在這樣子的一個脈絡之下 我們來談 可以談一下 剛剛這個小校提到 具體的 具體的社會世界 還有等一下 這個 我會叫老闆 王大長 對 其實各位 我每一次使用話說 王大長 王大長 給我吃東西 我真的 真的 蛤 我想我這個方法不對 應該是 是不是要去唱 我去跳 但是通常其實是不跳的 我了解 然後包括回音也沒有女生的份好 所以 今天很開心 那個 所以 我給大家這個 我給大家那個大的框架 接下來 得 我剛剛說這個 爪爪 爪爪它這個是咒 它有它的 一方解釋 那它得 我先 我先把它要講的話 講兩句出來 它會講的咒的概念 跟小教剛剛講的不太一樣 它講的偏向不同方面 我幫你講的方面 但是 事實上給大家注意一下 我看這個小說叫做 絕島之咒 這個不是中文 中文有絕島這個名字嗎 沒有 這個其實是日文 可說什麼 遙遠倒裡的咒 事實上它是日文 這個小說裡面有非常多 像我剛好知道裡面有 東大的叫做阿拉克神聖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日文元素 這樣子 我盡量去描繪這個日文化的現況 那受這個觀念 在這個故事裡面受非常大 日文文化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 我等於是在強調 尤其它東台灣 因為東台灣本來是日本人 要移民的地方 所以那個 就是建設得很好 那東台灣是非常非常日暴的 其實我在第一次在台北 那天 也不曉得說 台北的折武 不是折武 那是非折武 那天是折非折武 那個時候現場 我們三個阿美團 兩個太巴掌有一個 打開手 我們三個人都 都有女性 而且到今天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女性 所以到今天在部落裡面 可能有時候你誰家 你誰家 那個講不清楚 到最後都要攀到日本時代 喔那個塔拉卡加了啦 類似這樣子 那個塔米奇 那個等等這樣 所以日本文化的元素很重 那在這個故事裡面 咒 這些沒有辦法解決咒的問題而已 他其實是一方面 他請到這個不知道 已經是什麼東西的 原住民的咒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非常受到 日本咒的文化的影響 所以為了不要激勵再講講 我就是為了不要激勵再講 我就習慣了 才談一下 Nori的問題 大家好 先來跟大家講 是有說 痘的問題 其實我想說 今天介紹的書 馬來道先介紹書一下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書怎麼來的 剛才其實拉高爾講說 其實跟他的論文有關係 像真的 論文關係非常的大 他說論文還沒有 這是寫的時候 還有寫一篇 就是算是世寫的論文這樣 主題是帶著赫巴蘭 又帶著他在荷蘭 然後他把那個 批列布展上給我們看 我看完之後 我說這個論文 你們看了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的話 這論文跟別的論文 最大的不同 是在什麼地方 在於他 非常的好看 所以非常好看 就是說他其實 跟一般論文都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格式嘛 文件參考 回顧 先回顧 ++++ 或者就是一個程序下 這樣 他的論文不是 他論文 從文字之外 有音樂 你可以看他接到YouTube 一個古典音樂 就跑出來了 然後有很多 不同的呈現方式 但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可以想到說 就是論文為什麼是 目前這種呈現的方式呢 事實上他其實就有一個 他是有一個簡化的過程 文會讓很多事情 可以比較容易被大家理解 所以我們會設計一些格式出來 所以論文格式就這樣出現了 但當那格式出現的時候 他產生一個效果 就是 他產生一個縮減的效果 他反而沒辦法把真正的 完全的狀況呈現出來 他會 我們的論文都是一種 限定的方式做發行的 限定一個 這個狀況做描述 那個狀況做描述 那他描述不是一個 所有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我形容 拿高畫的論文給我看到的時候 我們說 你在創造的不是一個論文 那是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 他呈現這個 這個原著名的世界觀 這個什麼 那個 那個後來 真的有包養成的嗎 對 看在台大文史哲學 不知道第77期世界 我再介紹 這真的是 因為他其實他呈現這個世界 因為我都跟大家講說 你這個論文 你現在其實沒有人這樣寫 這種東西比較像是 文藝復興之前 會搞的東西 你知道嗎 那時候學者是奇特 那時候學者什麼都會 上面那種亮亮亮 然後就是你看那個時候 比如說像達文系 他什麼都會 所以他其實是這樣的東西 他呈現了其實 一個世界的狀態 那個世界觀 就是一個原著名的世界觀 為什麼難怪我那麼堅持 使用一個那個 原著名的口傳歷史 其實不是單純說 講的而已 他的真正的本質在於說 好聽好看 讓大家容許的接受 還能夠記憶下來 這是他原著名的口傳歷史 的一個特色這樣 我跟大家講 這件做什麼呢 這東西就是咒 錄文的格式 其實就是個咒 它有限定的方式 讓我們很輕鬆很愉快的理解很多事情 但事實上它也造成了一些限制 很多東西一旦它成了 成為一個行李之後 它就已經出現限制了 但待會有一個 回到誤換 有誤換 已經有呈現一個誤換 它已經有規則出現的時候 它必然呈現漏洞 它必然就有出現一些缺陷的存在 它必然就會有缺陷的存在 而這個東西 大家覺得是這個東西 原文好像大家都知道 但這種東西實際上它就是咒 然後剛才我提到說 我們用很多 日本的一些 咒的一些描述方式在書裡面 為什麼要用日本的描述方式呢 在於說 因為它的描述方式真的比較好 其實像咒的觀念 我用了很多原關那個 那個就是 陰陽之間的小說裡面的一些描述方式 其實咒完 剛剛那個 那個小賽總是有提到過 它就是 就是名 名字 名稱 定義 定義就是這樣講的 剛才講的定義 你把它確定下來之後 它要產生一個效果 今天我是誰 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應該在哪裡 人 是一個概念 男人 女人 就是另外一個概念 男人應該做什麼 女人應該做什麼 還是我們覺得 人的角色變成 男人和女人的獸 效果會不會很一樣 這些都是咒 但大家應該會注意到說 有關於咒這種東西 有可能 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大家覺得它很神秘 神秘 是這個咒 會產生作樣的 一個重要前提 今天大家都知道 知識就是力量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無知也是力量 為什麼無知是力量呢 很簡單 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還不知道說 我們今天羅膠孫中山 不知道我的孫文 他其實是個羅力控的話 大家會怎麼看到這個人呢 這個就是無知的力量 無知是力量大不大 當大家不知道這個人 做過什麼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在過去的年代當中 我們的政府會掩蓋 那麼多的事實 問那麼多東西 不打算 讓大家知道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其實就是個咒術 它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整個在台灣 尋找自己主體 一性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是個節奏過程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其實它真的就是個咒 只是我們不是用 咒這個名字來稱呼它 但為什麼今天我會用 咒的名字來稱呼它呢 就是說 其實咒整個節奏的過程 很重要 在它的等級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今天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 你才能過去解奏 你才知道說 原來它一點都不神秘 解除它的神秘性 就像這個咒的那種 失去效果的方法 但是這樣講一講的簡單 這個東西還算是比較粗淺的 因為還有更困難的咒 那更困難的咒就是說 其實今天這個人知道 我被下咒了 我知道我在這 住在這當中了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他剛才提到的 民主人的現況 他們知道自己身在咒當中 但因為對自己文化的喪失 不知道要這種狀況 我該如何處理 我要怎麼面對 這就是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他陷入了困境當中 因為他對這個情況的不了解 但中中也還好 真正最恐怕的咒是怎麼了 就是我明明知道 我咒到鼓咒了 但是我樂於存在其中 對 大家不要覺得說 他很不可不實意 但他其實是這樣 但是他一直以為 咒其實是個外力 其實不是 咒外力 它只是推動的效果 他主要的能量來源 都來自於被咒的自己本身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事實上他人家講的話 這個東西在我早年 我對系統理論很有興趣 所以研究一段時間的系統理論 怎麼樣系統理論呢 他就認為說 所有的事 我們這個世界 或任何的東西 都是自成的系統 它是一個自己自主的系統 咒其實很多時候 也是個自己自主的系統 我們自己在這個 被受禁止 或是受限制的過程當中 我們相對也得到一些好處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 我們用很多名稱 來拼音很多東西 你在學校上課 噢這個東西 叫做杯子 然後我們馬下定 它是杯子 我們有沒有得到好處 有 我們只要跟大家講 我們看到杯子的當中 那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事實上 從當中得到好處 但事實上我們從當中 有失去些什麼東西 就是杯子其實有很多種 不只是我們這一種 但是我們在心中 會一個產生的念頭 那種杯子 剛剛長什麼樣子 其實它會造成一個限定的效果 所以說其實咒這東西的話 有時候它其實體現的是壞事 只是單段看我怎樣去使用它 怎麼去運用它 然後另外提到就是說 其實像咒其實大家覺得 噢 你現在明白咒的吧 但咒它怎麼會使用的話 就必須明白說 這東西在什麼 現實當中怎麼樣 發生作用 所以現在都提到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那個 營養室裡面暗昧情人的故事啊 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話就知道 暗昧情人 以前它其實是一個窮人叫小孩 然後就是沒什麼都會提過 你知道幹嘛的 然後有一天 他就是他跟他的一個師 有這個師父 可能就是他其實都只是一個小朋友 你知道嗎 有一天他跟他出去之後 他看到 在晚上 他突然看到白鬼夜行 然後提醒他主的 所以發現有白鬼夜行 因為他營養室的一個條件 但事實上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故事其實最重大意義在什麼地方呢 在只有安培情 看到白鬼夜行的話 也就是說 只有他可以決定 我有沒有看到白鬼夜行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今天OK 我看到白鬼夜行 大家可以去那邊寫 但今天我們沒有看到 我今天沒有看到 我今天沒有看到 想說悠悠悠 大家是不是都往這裡跑 他要產生那個效果 這是什麼效果 這是其實皺的效果 這才真正皺的本質在於說 他其實拼了很多事情 他決定的東西 是否存在 這個東西存在 還是沒有 還是不存在 所以大家瞭解 皺裡我們自己的身體 身體的身體非常遙遠 就像我自己本身 在郭桂東方 常常幹這種 下皺的事情 其實沒有那麼懶 真的沒有那麼懶 比如說像今天 OK 我要去跟客戶見面 我有一個習慣 我今天提早到 為什麼 我提早到之後 我今天做到位置上 客人進來了 我站起來 今天我是主人 你是客人 這地方由我來決定 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正 所以大家不要想看這一東西 這一東西 其實像他們在很多 可能大家看什麼管理學 有書啊 行銷書啊 什麼都會講啊 就好像是某個小技巧 之類的 其實不是 他偏要說 你還要往些抑鬱 但是今天如果 你了解這個意義的話 你今天今天 我今天 車子比較慢到 比較晚到 我進去他先站起來 我會當他是客人嗎 我會啊 因為我知道你在幹嘛 可是因為我不是那種 今天不知道這個情況的時候 它保持前面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作用 這些東西都是說 其實在生活當中 有許多在下宗的過程 和時宗的過程 就像像我們在做很多 政治運動的推動 實際上在做的 實際上也是一個節奏的過程 還有像是最近 他的太法 然後那個非常紅的 就是那個什麼 往互相改良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改良 大家想 那個地方當初 為什麼要當作光復 法教的光復 就畢竟都要富有 某種意義 就是由誰 來決定這個名字 它其實就是代表一個 這個指紋的意思 為什麼改良那麼中文 在這裡 為什麼當我們 那個中文復前面 比較開來的大道的時候 不傷成那麼大的影響 所以這些名稱 大家千萬不要想看這些名稱 因為當你用不同名稱 稱呼它的時候 就是它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我現在說台語 我現在說北京語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要聽到電台打開 說北京語 我這個活血會聽到我做 這個其實這都是咒的效果 因為他說對這些事情 有展示一些名義和一些效果 好 那我先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先來給你 不去好好思考 在自己生活當中 有多少東西 都是跟咒相關的 等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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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那個 剛剛 我要說 剛剛說 我今天照片自己 是指紋的 所以 不能讓人 比較知道我們 對 剛剛說 他翻黑色 不算白色 比較怎樣 真與邪惡大戰 對 他今天就剛從那個 從豬甲人到魚看了 就看 剛剛我們先開展一個 咒的世界 那我們就看到 所以這個 咒本身是一個迴法 是一個範圍 是一個 或者是我們反過來看 也是你所面臨的一個 你所面臨的一個處境 或說你也會出很多困境 好 那 要解決這個部分 的咒的狀況 必須從 理解開始 從理解開始之後 下一步更難的是 你要做出決定 你要做出行動 做出決定 而行動的時候 會有 會有代價 會有後補 7月前 279年的時候 他280年的時候 伊比里斯國王皮拉斯 連續兩次打敗 羅馬 但是 兩次打敗羅馬的 都付出極為殘痛的代價 當有人跟那個 皮拉斯國王 告課的時候 皮拉斯國王感嘆說 再來一次 皮拉斯士的勝利 我們恐怕就不存在了 我為什麼突然講到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當 剛剛 馬告以 亂倫為例 就是說 當當代的原住民 遇到了這樣的困境的時候 它有可能有兩種 或甚至多種的解法 但是這個解法裡面 它是要面對現在的時候 重新開始 還是我要回去 回溯回去 可是回溯回去的時候 可是面臨一個困境 已經不在 過去已經不在 過去已經不在 那麼我要開創新的未來 但無論我是要開創新的未來 或我要跟隨現在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 比我自有的規範 我們法律 法律 像剛剛講的 我們為什麼說萬物極其嚴重 其實它某種部分 它是 它有社會的誠意 它有種種的決定 然後它又透過法律 法治等等 你讓它形成嚴重的話 你就拘束你的行為 甚至用刑法去拘束你的行為 用民事上的規定去決定你的命運 甚至你的身分財產的時候 那麼你要撲破 或你要依循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不論在選擇哪一種路徑的時候 很可能 很可能 這個的勝利 你可能面對的都可能是一種 皮拉斯斯的勝利 皮拉斯斯的勝利 也就是說 我在這邊講的意思不是說 所以A選項 就一定是皮拉斯斯的勝利 不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 在台灣原住民 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台灣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就是這樣的抉擇 都是 都很有可能是一種皮拉斯斯的勝利 那這樣皮拉斯斯的勝利 那這樣皮拉斯斯的勝利 你要不要決定 你要不要決定 或說你要不要承擔 那皮拉斯斯的勝利 真的是不可承擔的嗎 我也需要打個文 當皮拉斯斯在講說 再來一次皮拉斯斯的勝利 我們可能都不存在 可是這個不存在 是代表的是 伊比魯斯他的王國不存在 還是羅馬帝國不存在 這裡面背後所隱含的意思 要靠所身處在這個 宙之境中的人 去面對去解決去解釋 那所以同樣道理 當任何的行動 我們剛剛講說 社會議題中 當然我們 我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 我當然最關心的是 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的事情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看起來背後有些代價 但是他背後代價的背後 往往就是極大的意義 好 那剛剛我們 我剛剛有一代提到的 剛剛蘇智長終於回答我 關注一些 關注江的這個 政靈運動問題 這個民從主人的要求 是不是某種程度來講意義 以我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 尤其是政治學研究者 來看 他其實就是一個 破除這個咒 甚至是重新定義一個咒 也就是面對這個困境 我要去認知解決的一個行動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覺得當然 這部小說裡面 他用了一些很多的 相對來講比較溫情的 比較 所以看起來風花雪月的背後 其實他有很深層的意義 這是我看 很容易做為第一批的閱讀者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問題還蠻多 問題還蠻多的 那也一直都有跟 包括文教 包括大廠 就討論到這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或許我們所受的教育裡面 就如我剛剛所說的 皮拉斯斯斯的勝利 或許我們所受的教育裡面 只告訴你說 這個是不可承受代價的勝利 好 那我們老師告訴你的時候 就是說 所以我們不要去捲 我們不要去看 不要只看到眼神的勝利 我們要去想到背後的後果 但是 透過我剛剛這樣的說法 或許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皮拉斯斯斯勝利的本身也很重 也是一個重 你認為他真的是下一個 下一個 他的下後面的後果真的是這樣 或者是 這樣的後果 背後終將開啟一道不一樣的門過入境 我想 這個第二階段 我想我會問的部分 也就是 首先 當然我覺得 我會有一個最實際的問題 在以光相這件事情 主將你怎麼看 那我也希望說 大廠人 那從眾的角度看 你怎麼看的那件事情 當然花啦 這個事情 當然 單兩字一定要談 我不曉得 大家是不知道 光復鄉最近發生了幾個事情 黑火器 蛤 黑火器 黑火器 對 對我 黑火器 我們有一個組織 我們這個組織叫做 馬泰東手聯合 馬泰安 泰巴蘭 東手聯合 這是一個命令組織 這個組織的成員 只有這個組織的成員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在檯面上露面的人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的 另外一個是 他也是演出運動的 馬泰也是打巴弄的人 就是說 大家可能 你主要有這個 你知道他經常幹什麼 你知道嗎 然後說 那個 雙媽 這跟他一樣 我們兩個是 我們叫做 馬泰工手聯合 專業長 子彈工手 但是我們在部落裡面就會 因為我們 我們不住在部落裡面 尤其像我 有常常在國 我們需要部落裡面的消息 所以當然 需要有情報人員在裡面 那情報人員的身分 是可以洩漏的嗎 當然不能洩漏 所以今天 今天呢 我跟這個 合音團的組織 那個組織 林阿諾小姐 阿諾 他也是唱片那個 阿諾 他問我說 你們到底成員是誰 我怎麼可能會告訴你 他也是拿他的人 他很嘎笑的 到底 我的部落裡面是誰 那我是不可能告訴你 只有我們 自己是成員的人才知道 所以不管今天 馬泰工手聯合 幹了什麼事情 你們只能衝給我們兩個來 怎麼講 因為其他人都不知道 那我們幹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 當時其實 是10月8號 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人還在河浪 我就錄影 那時候還滿冷的 發了一個公告 說15日內 一定會在光復鄉境內 對具有殖民威權象徵物件 加以破壞 15日之內 那就是在台灣光復節之前 那可是 反而我們真的是要去加以破壞 我說不好是物理性的破壞 那個 那個 你有沒有那個 那個光復鄉的箱牌 光復鄉 那個是大理石的 然後還有什麼 中正路 欸各位知道中正路多長嗎 中正路就是台之一甲線 就是台九線 從光復火車站 一直到風兵那一條 在那個貨裡面 那就是中正路一段二段 五花公家就出到二段 太夫所也在中正路上 然後中正路也直交了 中山路 附近路還有中正廟 以前日本時代有神色 至少有美感好不好 中正廟有屁的美感 所以我們本來是真的要幹那個事情 我們物理性 中物理性也不太好 但是呢 因為我們 我剛剛講的 我們有行報人員 潛伏在這個地方 他現在這個九合一的學校 經過多方的調查 其實討論了很久 決定了 不要在這個時候 太激烈的手段 因為我們已經鎖定了 鎖定了特定的對象 如果我們做這個事情 做那個事情的話 誰就會把我們怎麼樣 誰就會把哪個會員怎麼樣 誰就會把哪些人怎麼樣 好 那我們不要 我們不做這個 被人家利用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就採取這個最溫柔的 因為我們說要幹了嘛 說幹就不能不幹 好 一次時間 一輩子人家就不相信你 所以剛才就不一定要這樣 但是 又不能 真的太激烈了 所以最後呢 就更新 因為就我 大陸是勿法 他就有屁的罪 對不對 所以我錄影四手 我就說 你遺宗地結書 那個條文 我都幫你寫好 不可能 我起訴吧 起訴如果會會勝訴的話 我投給你 那個小熊維廷他去 他的苗栗王他家 他可是明居勒 有沒有 他學下來了有沒有 有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吧 很簡單 而且我說 我說 我公開放報 我說你趕快來抓我 對不對 你買我的書 然後我提供你罪名 你幫我移動地點鎖 因為我 好歹文業的四年法律師 所以 你的那個 曾陶寧開了 開完了 你起訴了 因為曾陶寧 我收了 我被告 查票我不能去了 你起訴了 開枕判明的時候 我已經八百人不在台灣了 我早就已經想好了 依你們這個速度 你還沒有把我移動地點鎖 我就已經走了 所以 所以 這個 為什麼 這個 我們當然 我們都要半開玩笑 但是 我說的是真的 這個 抗議的行動 是我們所採取 我們所能夠想像的 最溫和的行動 而且 我實在是想出來 請問噴氣 到底是犯什麼 而且這個問題 都是 為什麼 為什麼 破壞社會 為什麼 破壞社會 我 為什麼 為什麼 要到 對啊 他只要擦掉 就會 那個 停車場 噴那個 光布 將沒光布 停車場就不能用了嗎 就達到不可使用的地步嗎 相當 很明白的事情 那我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門廊上 看那個 打到那 那 就覺得沒有什麼不對 他本來就應該在上面好不好 拜託 我 我替你盆在上面好不好 哈哈 你知道我 現在已經很放屁了 哇 你應該感謝我才會啊 沒有 那兩個名字在那邊才很奇怪啊 對不對 那 但是 我們沒有採取其他 就噴氣了你嘛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言論自由的表達嘛 對不對 搞聲運動人都知道 在路上噴氣 然後 我在 我在行使我的言論自由 這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法律保障之下 憲法保障之下 這是憲法保障之下 這是憲法保障之下 要修憲才可以把它修掉了 不是說立法律可以修掉了 我還是很 很激的 其實我在行使我的 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但是 但是 沒關係啊 就是 我可以了解 因為八月的時候 這個 我 這個中國政府的兩集團 要來 跟我們搞這個文化體制 文化侵略 我們馬太公佛聯盟就兩 就 就 就打他們逼到退為止 當時我們就放話 跟副文字放話 因為 那個 馬太陽的決定很快 當天晚上 第一次到公開 發表聲明 他們當天晚上從 去決斷開會 好 聽你親人的 謝謝不用來了 好 那卡到不是比較複雜 卡到這個部落本身就比較複雜 就喬了一陣子 那 最後呢 還是決定這個 最後還是決定不要 可是呢 在等這個 決議出現的期間 我們當然都很緊張 因為 畢竟 決定要在部落裡面做什麼 如果頭目說 來啊 我們怎麼樣 我們怎麼辦 我們面對老人家 我們面對老人家 我們要怎麼辦 這些反對的年輕人 要怎麼辦 當然 我表現 他讓部落 但是 呃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呢 呃 呃 其實我忘記了講 我們被嚇死 誰對我這樣舉重 好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 我就 呃 代表馬賽公主 發了 我忘記的公告 正式公告 都是有編號的 其中一個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頭目已經說了 齁 那個 廣洩廣洩 那 決議已經做成了 你可以管理 齁 但是你不能進 競技場 但是我們不相信 副婚旗 我們 認為他搞不好 因為他在 他在馬灘已經 失敗了 他可能 馬灘的紀點先開始 他可能把所有的壓力 都放在倒了 齁 所以我們 我們有一個正式的聲明 就是說 副婚旗 如果 你感情主妄中的話 你投火自己負責 我們 我們倒露的青年 不惜動你 不惜動你 我們有一個好玩有沒有 那個 你所謂斑刀 那個 因為 因為我們紀也靈性 是男 才參加的紀元 就到後面才參加 後來這問題 就真的怕了 他是非常勤勞的縣長 然後 當然他錢也很多 不然他也很知道 但是他真的 每個大小副入的紀元 他都一定去 他真的都去 他真的都去 但是只有今年 他沒有一個部落他去 他嚇到 都是他老婆去的 他真的怕被打 所以 八月的時候 他丟臉 至少在花蓮 非常的丟臉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就會預期說 如果是我們老師 一定要大的話 這個 這個 一件 噴氣這件鳥事 搞不好 鳳林燈 或者上面的壓力 一定要 我一定要找到人 我要把他移送遞檢 所以那我就 我就覺得說 這個 呃 沒有可能有這樣的壓力 反正我又很可能 你又不可能把我訂正 我就 我就 明白你 就是我幹什麼出來自首 看門的包怎麼樣 我不久就要文化臉 還打算直接到 空洞 沒有人來找我 像今天我 一到最後一天到 我就要看你 有沒有變異之類 或是什麼 可疑容物啊 因為 因為我想說 壓力有大到要跨區放在那裡 應該是沒有吧 對不對 應該對 我們應該就是了不起點 但是我還是有說一下 但是 但是 因為我一場 發表問是花蓮 那個就很難講 不買花蓮 也是跨區 但是我覺得很難講 那 那 所以 我 我回陸洞去 我 他們不來找 我是覺得他們 我的活動都是在 台中 高雄 台北 他們 來找我有份 那 那 所以我找任何回 我回家 說 不過你就在國畢而已 就去那邊做的 我 我就是我啊 那 一路啊 一路只要寫一條就好 不是我 那噴氣的是我 然後 請 請家伙移送 那個花蓮寫的手 提路寫兩行就好 因為 我以前在阿里山周 一路四個月停掉 就住在那裡 做四個月停掉 我每天都混在警察局 去看他們那些 法律部大的朋友 他們 問老人家舉路 他們 很怕 因為老人家如果出指令 來做指令 他們說很想趕快 讓老人家回去 因為跟老人家做指令 可能要問三天 就糾纏不清這樣 老人家他會跟你 他會跟你講俗語嘛 那 看人的檢查不行 就當地的人物語 也難道 也不可能會 問題是我還要翻譯 我還要找適當的詞號 然後寫成筆錄什麼 所以他們都希望 趕快 老人家的案件 都是盡量把它吃到吃掉 我是不想要上次做 我要仔細看 那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原因很簡單 我 這個 應該是昨天 我保養部的頭照 就是 以前 日本 日本叫做英文 就把我們亂叫 叫Yamato 叫Kamiyamato 大俄上大俄 現在馬太安便上 然後我們 太保養這邊 叫做Tomita 後面他沒有改變 我覺得其實 我們兩次很 很沒有水準 因為他看不出來 他看不出來 富田這兩個就是日文 因為你們去 你們去挖住 園園園一看 他也不知道 豐田 富田的東西 他就全部都是日文 他你看那種大火 上大火 所以他看到那種涼 但是他不知道通常 他也是沒有 沒有 Poyota 沒有 Poyota 在那個 還有那個 林田山 那個 Hayashita 對啊 全部都是 結果說 他們真的是 隨時都很差 而且他們還 號稱是跟人 打過仗子嗎 在中國打了八年 難怪 一點 日本音樂學會 他真的 可以打 所以沒有時間 學日文 所以他們 他們認得大火上大火 一把改變很快 地方都落到不下 結果我們那村 還是叫做不點村 但是我們不會拿路來看 因為這個也是外人強加的武力 知道 但是我們只是覺得相比之下 那種作為殖民者 就得了好多 第一人家比較有力 第二人家是會搞建設 以前看到我們非常大的神社 往後面那種地方非常大的神社 兩邊就是那個 那個 就像這邊綠窗 有那個 像河一樣河道 然後有石燈 完全是日本人 因為他 他還有一句冷藥的名作 所以完全是那個 非常漂亮 他 殖民者 我們都要反抗 但是殖民者也有分等級 美感方面 美感方面 其他方面也包括 那這個 所以 我們今天要改 我們不會說 我們要改民成大和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對日葛人的好感 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要改民大和 我們要恢復自己的傳統 所以才發生了這個 除了這個噴氣 一定要改 因為 其實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這個 臺灣的鄉民 都沒有 都沒有被 就是我們政府來了以後 沒有太大的變動 唯一跟我們共互相 就是因為那大和的關係 因為他們水準太低 只認識大和這兩個 所以他就要把他光復掉 所以我們就要光復一下門 他就 不知道誰光復 這個事情 對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 所以這個事情呢 一直在講 大家都一直在講 所有的鹹運運動 都會說我們要證明 像我們那個 那馬下 是第一個成功的 三民感的那馬下 對 三民感的那馬下 是第一個成功的 有其他的例子 今天打電話給我的名字 肉小姐 打電話給我的名字 我跟你是同樣的看法 事實上他的臉 就是讓你們 就是在幹給我 那個 就是大家的看法都不同 每個人都覺得 每個人覺得可以採情做法 都不同 那我簡單的講 為什麼我們馬下公有聯盟 幹這個事情 大家記住 所有的社運環體 就是所謂的完生人的 都會登記 有沒有 成立法人 對不對 然後可以 他有一定的運作方式 然後有主事的話 要幹嘛 你們搞運動 我們馬下公有聯盟 是這樣的 我們是 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不會把 九千的文化 隨便放棄 我們的祖先打盪 怎麼打 打油棋 這邊打一下 那邊打一下 因為我是 我在 我在荷蘭運輸 我在海牙哥 我要把他們看 時機時機的荷蘭運輸 所以他們跑到 馬上去放火 那那個時候馬上去跟他們怎麼打 就是那邊打一下 那邊打一下 打到他們 到最後 又不知道人在哪 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你們打油棋 所以馬下公有聯盟 是覺得不可能 是成立一個什麼 你成立只是不是曝光了嗎 你被搞得了嗎 所以我們是 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法輪 那我們就要搞得 而且呢 因為原住民的這個社會 問太多了 有各種各樣的團體 各自關心不同的問題 我們人非常的少 那我們最關心當然是 所謂光復祥 但是別的部落的事情 或是別的族族的事情 像大副文心 那個被偏裂帶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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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勞工 我們也說很猛啊 但是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呃 我們專門放火 專門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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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放火 連續長夜放火 就是發生重大事件 事件大到我們覺得應該要 引起社會注意的時候 我們就想辦法把他鬧當 這樣廣播還是 leader 一直本來根本沒人知道我的事情 一直鬧一直鬧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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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到不關係不敢跑 鬧到廣角說我們生病的話 我們回家這樣 他們連官吏都沒有官吏 那這一次這一次跟七零的事情 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沒有繼續鬧的話 就這算的啦 根本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就要繼續 我們就一直一直 硬加殘的 稍稍稍稍稍 但是我們就是專門管放火 放完火我們就走了 接下來我們不管了 明天啊 明天在凱道 明天上午凱道也 今天上午有那個記者會嗎 那個就是這樣子 我們放火 我們丟球 誰接得到誰就接 接不到算 那個命太多了 你知道你要面面去到 每個都要做到 想要一次解決所有的問題 天底下有那麼好的事情嗎 不可能 但是總要有一群人 要當中火化 那中了火以後 這個適合去收拾的人 適合去接求的人 他們就會去做他們 他們的組織的初衷所設計的那些 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組織呢 跟所有的園運組織 都保持著一種非常奇怪的東西 大家就只知道我們兩個檯面上有距離的 其他人都比較好距離 然後而且我每次他們來 會叫我們後續放火 我都說我們要去放下一桶 那個後續是牛油管 因為一定要 這個叫做專業溫光 而原來是我說的比較長 長夜半 那目前我們放兩次的大火 都是溫光不相的光 都是跟我們自己的部落的光 但是其他這個不表 我們不會跑到別的部落去放火 但是總而言之呢 我們的原則就是 一件不被大家注意 但是很重要的小事 我們就先我們就賴把這不是賴 然後那個火才去丟掉 然後我們一三三三三三三 然後它燒起來了 有人坐好就這樣 然後燒起來了 有人注意有人來 那我們就走這樣 就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所以回答這個問題 應該有一個人幫助 你剛剛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個要改一個 當然要改一個人 誰公布誰 我公布這兩個人 你們有一個意思說 你們要改一個人嗎 要先把它叫出來 我在我事實上是 我們兩大部落馬上跟泰巴佬 我最15次的公告 在臉上不及次的公告 我當時沈浸一下 這件事就是有人 經常有人講說 光片上是不可能改名的 因為泰巴佬跟馬太安 阿倫是最老的兩大部落 絕對喬不容 你是叫泰巴佬 你是叫馬太安 喬不容 但是事實上早就喬了 上一任鄉島的時候 島巴佬就同意 更名為馬太安鄉 這個案件就進了鄉再會了 這是我們阿倫什麼喜事不夠 派人就不願意嘛 那就沒有過了 你就沒有改成馬太安鄉 所以部落已經達成協議了 我改成馬太安鄉 他就沒有過了 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派人的配合 或者是我取得更多的喜事 永遠不會過 那尤其是像現在 謝倫的鄉長 他根本就... 他一直覺得我們恐怖 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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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馬太公主聯盟的想法是說 我們... 我們為什麼叫馬太... 因為馬太... 泰巴掌就各取不各自馬 而且馬太... 我會讓人家... 你怎麼知道馬太... 比較好記 但是我們的原則是 只要是... 齁... 這個... 這些部落 而且不是只有我們兩大部落嗎 大大小小部落很多 只要是這些部落 大家共同決定的 決定的那一個名字 就是我們支持的名字 他叫什麼都好 他叫放屁將都比叫... 叫做你公布比較好 放屁將最早是我們自己叫的 我... 我不能放屁嗎 是不是 但是你不能來公布 你是誰讓你來公布的 對 莫名其妙 所以名從主人 如果今天我要改名叫做放屁 幫你批事 你就接受就好了嘛 你就改名叫做放屁 對不對 但是我不能夠接受 你強加一個名字給我說 你叫做公布 這個是... 這樣最好像日本人 我舉例日本人 那個日本姓 大家都有不略念嘛 可是名怎麼唸 是要看那個人 他家怎麼決定的 通常呢 大概都有個形象 可是很多人 大陸日文 原則有特殊的念法 他是... 那個是名從主人 很明白 那個人怎麼唸 因為日本姓說到是寫漢字嘛 他怎麼唸 那個漢字就怎麼唸 不管那個漢字平常怎麼唸 他說在他的名字裡面 就這樣唸 就是這樣唸 所以我們堅持著 就這樣唸 不管到最後決議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但是在上一次 兩大陸過協議的時候 是同意改為馬開案這樣 然後我就怎麼沒有預計 只要... 這個重點是 相待會要如過 相待會要如過 協議會要如過 如果走正常不進的話 必須... 必須... 這個要往常 像林阿洛有一點 就是覺得... 這個... 但是就是因為相待會不會過啊 那... 而且接下來又這個... 也看得到... 因為之前我們在這個廣地產事件說 我們就已經告訴過鄉長 我們去遊說他的鄉大 他來請教我們鄉村的 因為我們把他搞得焦頭罵 他就來後面做 我們就講到這一點 這一點要做到更名的事情 非常重要 對我們出來 非常非常地重要 然後他就沒有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俠原報復 我整個天氣了 就是俠原報復 回來這個事情就要做 但是我們已經參與最終的手段 所以為什麼要更名 當然... 當然要更名 這是殖民者強加的 強加到我們身上的名字 這個名字繼續下去 我們是都很痛苦 就是這個就是揍 名字就是揍 你叫我光復是什麼意思 我不叫做光復 明天哪有叫我光復 明天哪有叫我光復 久了以後我會被洗腦 對不對 就是我們... 國民黨的洗腦教育都是這樣搞的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分明 不管... 所以要用什麼方式成分 那... 別的團體有別的團體做的 我們馬太公主的就是 就是雙葉放火的團體 只是這一次我們呢 因為多了這些情況說 選型實在是長一長 但是我們也公開的講 選完了以後 還會繼續下去 選完了以後 就沒有這些問題的反應 還會繼續下去 至於大陸要做什麼 現在不能公開的講 但是為什麼要改名 一定要改名 就是剛剛說的 名字是揍 這個什麼樣子 我不能直接決定你的名字嘛 對 你的名字 你曾經經也看過 我們這個... 我們在辦過這個阿美語 你們一字就跑 教漢人講阿美語 怎麼跟阿美語罵了 在台北 那當時就有把這些漢人 全部都學了 學阿美語的名字嘛 那個到我們那個 那個喔 就是你點到 校圖中 我...我跟你命名了 你知道嗎 就不會我所有 我去試你阿美語的事 那當然他自己認不認真是這樣的 當作一馬子 當作一馬子 找我個角度來看 當時... 當時其中一個命名的 有兩個長老 只有一個命名的是我爸爸 就對什麼樣子說了 說我... 我不能會贏你 你好像也很羨慕 想要贏你阿美語 可是你是不能贏 我必須尊重你們的王子 你的名字是你的老子之律 我當然給你他的名字 因為我不想對他校圖中 但是現場 那個基督大人 李全哲先生 他就被校圖中 他被學阿美語的名字 有啦 我們都有好好的 如果他設想有適合他的名字 但是... 對... 對於我們來講 我以阿美語來講 名字就是走 而且... 就... 我以自己來說 我以前不是叫做阿高 我小時候叫做無塞 我到二十歲的時候有一天 我阿公突然... 他就這樣過來說 你... 你... 你以後叫阿高 那... 我... 我的... 我的... 他的... 我的阿嬤叫做無塞 我的... 沒有出笑 我再考聽過其他的人 說阿公剛剛... 這樣子 不了解我 他們就說 阿公說你叫哪高 你就叫哪高 從那個十號起 我卻叫哪高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 這... 呃... 文學上我... 今天我... 我今天... 就是說... 比較有一點人生經驗 我是小的 我想的 可能是阿公... 那個時候我離家在... 我在唸大學 二十歲的時候 他在看到我 他可能覺得 我已經長得不像無塞 不能叫這個名字 所以他就突然突然... 嗯... 叫哪高 只要... 只要高一歲 嗯... 讓我... 我就過... 不是過了 我放過了 那我就從此... 欸... 可是我覺得我阿公很厲害 為什麼我叫他 拿高的日子好過多 我... 真的差很多 差不多差很多 因為這個... 我們群名字 阿公來的 不是這樣 他們家的地方長 名字就是重 這一點還是相信的 你看到有些人 他那個名字 只是那麼多 因為他那個名字 不是他那個人 那個人就很老 很差 就真的會很老 所以... 嗯... 這個... 為什麼要反抗光 不像這個... 到底是不是不要緊 我們要不要給那個... 直接給那個想記錄嗎 然後直接記錄吧 好 我想你剛好可以繼續一個 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 剛剛說命名字是咒這件事情 聽起來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講這個政治的東西 好像看起來好像是激烈 很衝突性的東西 可是大家想想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動 大家也許大概在GNH在國中高中階段的時候 很多人會面臨一個問題叫做霸凌 霸凌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什麼 隨便叫你的名字 隨便給你一個所謂的外號 對不對 而且利用這樣的外號 不斷追著你背後你叫的時候 造成你心理上的困擾 以至於你的生活失序 甚至你的身體有出狀的話 這是最基本的形式 所以名字是不是咒 當然是咒 從咒的角度來是咒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那用現代科學的角度 那就霸凌啦 這叫霸凌啦 對不對 那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講 這個是一個支配的關係 誰的光復 我的光復嘛 統治者的光復 統治者認為這塊地是我的 所以我說我光復 可是問題是 這畢竟是別人的題 那故事裡面有一個情節 其實講到在下族的時候 有講到所謂殺人昔明 殺人昔明的事情 那這種事情在人類文化的歷史中 其實很多很多 這一點都不是什麼特殊的事情 可是我們很少去注意這件事情 殺人昔明這件事情 那殺人昔明這個過程 它本身也產生 我們會解釋一下殺人昔明 OK 什麼叫殺人昔明 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 沒有問題 你就拿我做被殺人昔明 比如說好今天 今天NACO是一個有一定的 一定的型貌 一定的社會經 從我們體力 政治經濟學的角度 會說它一定的社會經濟地位 可是我們你知道NACO的是一個描述 你可能知道它是一個描述的部分 那我今天可能沒有人真正見過NACO 因為它很神明 那我把它幹掉 然後從之後我用NACO的名字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生氣它所有的一些法律關係 所以所以它就有點身分關係 這種情形叫做殺人昔明 可是它不只是 我們必須這邊說 政治很多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 你以為普洋極政治都很常 對不對 那你以為神聖羅馬帝國 像最明顯的例子 我們在歐洲念書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神聖羅馬帝國 就是為了這個頭銜 可是這個頭銜沒有用 有用 有用 它是非常虛無飄渺的 而且那些人 真的沒有一個人是羅馬人 這個才最厲害 這個頭銜沒有一個人是羅馬人 所以他說既不神聖 一非羅馬 也不是帝國 那這樣的情形 在我們的歷史中 在我們很多 那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馬太公首聯網 會去做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尤其對我來講 其實是 做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的事情 其實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不會有很多感覺 那其實他某種程度來講 台灣也是啊 台灣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啊 我們叫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後面是 Department of China 請問你說這個島叫China嗎 這個我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我去跟 跟國外的同學講說 你的國名叫China 他說喔 所以你是 別人 你們是寫解禮子 不是啊 我說不是 我不一樣 我們是那個島 然後他說那個台灣是China嗎 這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他當然就設計更敏感的 更敏感的這些問題 那 所以 今天我們在講奏 我們在講這個 一部小說 一部文學的時候 我們常常很多人 我們台灣的社會裡面 很喜歡去政治化 他說我們講文學就好嘛 文化學樂一下 文化學樂一下 文青一下就多好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說 文學和藝術是最政治 文學和藝術是最政治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最有名的那部文學 他最有名的那部文學 文化學師 你知道嗎 文洛志尼大轟炸 對 那個藝術的價值這麼高 可是他就是 瑤術內塔轟炸 而且他背後的遺憾 就是對這些侵略 對這些法西斯政權的最大的反抗 我們學校很不信我們學校的那些去政治化美術老師就告訴我 大家看喔 這個表現性是什麼 這個構圖是什麼 這個畫的表現方法是什麼 但是內容是什麼 沒得告訴你 這個東西也是把你掏空內在價值靈魂的一個做法 所以其實面對這樣的問題 包括像剛剛 剛剛其實延伸剛剛其實在座有位朋友有問到 為什麼你說咒族不是原住民 我想這個我剛才就在講 既然說明信是一種咒 那為什麼可以說咒族不是原住民 所以基爾斯上這樣講 這個就好像我舉個例子 就好像說以前這個小嬌日留德 在國王念憲法 那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就到面前去學德文 因為在巴巴利亞 巴巴利亞幫 那小嬌就用我們那個 用德語問候我用你的方式 如果在晚上 晚上比較不清楚啦 白天 白天 白天的話我們第一看到看到哪個 因為不能看 但是如果我們是巴巴利亞人 我們看到比較大白天 晚上也可以 Christ God 就是問候上 Greeting God 先問候上帝 因為巴巴利亞是天比較虛弱 所以他每次都笑我說 你這些巴巴利亞人 你根本就不是德國人嘛 就是你們 因為我們兩個都有共同留德的經驗 那時候在河南的時候 時候每次在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們會回來回去 我們會回來回去 他也常常說 他對德國的影響很好很好 那我們馬上會吐吐吵他一句話 他說對不起 因為我們去的是巴巴利亞人 對 你去的不是德國 你去的是巴巴利亞人 不是德國 OK 然後他就會笑我 對 你這些不信神的 對啊 每天連上帝都不吐吐一聲 是沒有說 而且巴巴利亞人 如果不交流你們 你們那個德 我連幫搞得像 搞不像 對不對 對不起 為什麼我不講到這段聲音 這種主為什麼就是 所以 我要講就是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在原住民這個圈子裡面 這個當然可能從他會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因為我實在認識太多之主 從這個普通城老師 他們一家四兄弟 我五兄 五兄弟 他們家的姊姊 妹妹我全部都很認識 五兄弟我全部都認識 最小的時候大學的學長 很熟 那再加上我在州州做過田調 然後這個台詞大忘崔教授 我認識到到現在算起來有沒有 相近十幾年不到二十年 我認識普通城超過二十年 我念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他了 然後我睡過湯一聲的房間 我去那邊接受學習中族的文化 然後跟湯一聲的爸爸喝酒 從啤酒開始喝 那是年輕嘛 那是最有道 從啤酒開始喝 喝到 因為住在這裏有那個 黃山爺爺 喝到沒有別的酒可以喝 他所有私釀都拿出來 不地瓜酒啦 龍眼酒 你知道那個透明的最恐怖 你知道嗎 所以你慢慢一直停 裡面有水 然後因為不是乾用乾的 全是用乾的 那大家也知道 混酒最容易醉 更何況那些 那個五十八度的高粱 跟那個什麼地瓜酒 你比根本不算幾 我說懷孕有六七十幾 我生平唯一是我說真正的喝醉 就是喝完了乾 然後就倒下去 因為早上起來 在床上 然後湯家的朋友就過來喝醉 你這張床就是旁邊的床 你睡的時候 當你腔架流言 大家知道旁邊的燈子 所以你睡了就是他當然睡了 我對周潔的床 然後我做的朋友很多 我又去做過填調 做填調你必須要 我做填調是這樣 因為我剛剛訪問你這樣 所以你一邊學語言 一邊做填調 如果你時間很短的話 是來不及的 所以你能夠學會的語言 掌握的有限 所以你要掌握他講中文的語言 你就必須每天觀察他 因為每天講話的邏輯不一樣 你不能誤會他講話的原始 所以我花很多時間去觀察 因為是真的 周族人 所以總而言之 我看不過這些人 周族人呢 都是你的某人 高一聲 有 那有沒有才華 有 我認識的這個 我家務天師 我學長 兩男性的女性 有沒有才華 有啊 全部都沒有才華 這個 能不能夠 發表演說 做研究幹嘛什麼 發表演說是可以發表到 陳心醫那什麼地步啊 黃 黃 陳心醫那個地步是沒有 但是他們能不能夠好好的發表演說 可以 以前當年高一聲就是料理 他倡議的運作 那個 那 他們能不能做研究 可以啊 汪移惠教授 他從他 他拿到學位 他當副教授開始 他就要發展周學 是不是有思想的 才會這樣想自己 他們都很優秀 但是 在他們喝了醉酒之前 看不出來他們 他長得很 他們面貌的 但是一般 從我們阿美族的角度 最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原住民跟 紐哈人一樣 都有一個裂根性 就是董威族 我們阿美族 我會覺得原住民應該不是小 這一個你們都是一家人 唱歌 唱歌跳舞 這樣才教會原住民 你要用某種方式來表演 所以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不能不算是原住民啦 因為他們有發布回 真的很厲害 算是這樣 他掉到山谷裡去 這樣 但是 然後 因為唱的時候 他臂也輕人 說著 你回去 不要跟你們的那個 馬人在講 好 不要好好吃 怎麼做 就是我們承認 不能不是原住民啦 因為他們真的到處 我們阿美族 我們阿美族 只會搞一個 泡 你知道嗎 你們那個蝴蝶樂 我們臂上 蝴蝶 蝴蝶呢 也是沒什麼歌的 蝴蝶他們有很重道的 是你馬拉西阿 然後這些 大家都知道 尤其他們 高音聖體有名 他算過很多歌曲 可是這種傳統的歌要 不是很少 他傳統的舞蹈也很少 而且他們也很少 辦一些事情 很少唱 很少跳 然後呢 很少跟你講 他心裡想 在你把他灌醉之前 他什麼都不會說 所以我們周族人自稱 他們叫做 呃 那個那個叫什麼 不是這個 他蠻用成語的 含蓄內戀 他說我們含蓄內戀 我做甜蝶很累 好不好 因為從早上就要喝 而且那個是 東套西套 你知道嗎 你酒套客 其實你不會 就 而且為了 降低人家的詞階心 我是 我露音 我做筆記 從朝喝到晚 然後晚上我就來做筆記 幹嘛 很累 一定要搞到 他們已經那個 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本性就弱了出來 所以 從我們這個阿美 我們會主義的角度來看 就是不算演出 他們只有在喝醉以後 才算演出 你不相信的話 你不相信的話 我下次 欸說 之前說這個 周族也沒有 你嗎 不是你 你 你不相信的話 下一次 那個 我找誰 我想找誰 普中層 就普中層 典型的 他現在是考這個委員 他有幫我們書寫去嗎 你看 你看這個周族人可做法 他幫我寫推進去 結果他把我整個 整個故事的內容會寫在裡面 可是我看到以後我就 這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你不能刪掉它 對不對 所以周族很奇怪 從我們角度來看 只是原來不覺得 喝醉了以後 有像 那 如果你 我可 可以因為 我們都是有寡衛主義的 所以我說這個話 是半開玩笑 就好像 我們兩個會 互相在那邊 吐槽 這個 不信神的 因為沒有信仰 你知道嗎 不王人 他會笑我八咖利 是鄉下 鄉下人 S3的鄉下人 對 然後講話還有口音 人家講的高德文 我們講的 講的比較 阿爾卑斯山會唱優惑的那種 很等 是在一個 開玩笑的脈絡之下講的 但是我提醒各位 非常不認同 每次 怪物章過來都行 但是你們 你們不要隨便亂過 這個是有脈絡的 所以 你下次去轉述 你可以說 有阿美族的說 你們鄒主人 自稱跑去內列 但是你不要跑去跟鄒主人說 你們鄒主人都韓去內列 沒喝醉之前都不講實話 你就完蛋了 瞭解這個道理 我們畢竟有一個 犯台灣原住民國認同在 在這個範圍之內 我們會互相 互相罵來罵去打來打去 然後笑話很多 大家要聽的話 聽到舌利 聽到裡面 耳朵都聽不完 但是這個 你們不要在裡面插一顆 都不關你們的事情 你們在外面笑下去好不好 OK 那時間 時間也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 接下來要趕快進行一下 QA的過程 因為10點前一定要結束 所以我們就順勢 剛剛大廠就順勢 就進入QA的階段 好不好 那 我不知道 台中責務的慣例應該跟 台北責務的慣例一樣吧 所以說我們通常都是 先接受第一輪的提問 三個提問 然後請 請那個 旅館和主獎的人先回答 然後再進行下一輪 好看我們的時間這樣子 好那現在我們就開始看 請問 在場朋友有問題 請舉手 我先講一下我怎麼知道那個 今天的主獎人 就是其實在那個馬太公首聯盟 就是廣西團的事情的時候 就開始發了這件事情 那到後來他們就是 技術性肚子痛之後 我就以為這件事情結束了這樣子 然後結果前三四天 把我系上一個學妹 就是 轉貼了這個哪怕我的影片 然後我看了之後就 很感動啊 然後很激動 我還在那個 學妹裡 轉貼的那個影片下面寫說 啊我厭愛的這樣 對啊 然後甚至我還 甚至我還把我太太挖起來 我太太已經在睡覺 隨便麻煩我誤會你啊 我沒拉出來 我沒拉出來 我太太已經在陪小孩睡覺 我就把她挖起來叫她看 那她看完之後呢 她就是 五分的睡眼心中 五分的不解 這樣看著我說 你到底叫我起來看什麼 那我那時候就 眼半淚光的跟她說 我彷彿看到了台灣獨立的曙光這樣 對 然後她回去睡覺的時候 我就趕快Google 欸這個人到底是誰 我就發現 欸原來她是我的同行 因為我也是 我現在在前衡大學 第17的模式辦 那 而且我好像也看過她翻譯的書這樣 對 然後 對 因為是我的同行 我要先講一下 我自己的背景 就是我自己是做 二二八龍海色恐怖 那 我 訪問過 蘇東起案的成員 我也訪問過 呃 太原世界很核心的成員 所以我想 呃 我應該 比起一般的素人來說 我對於革命這兩個 知道你有多沉重 我想我多了解了一點 那 我在看你的影片的時候 不斷的重複提到說 馬太公首聯盟是一個革命組織 我就是在感動這一點 我就是在感動這一點 可是 好 放下了我的那個 戀愛少女心之後呢 就是我發現馬太公 馬太公首聯盟的訴求呢 是 這個階段的訴求 我現在看到的 第14次公告的訴求 是要證明為 馬太鄉 那 我的重點其實是 在馬太鄉的這個鄉字上面 那 如果你們的訴求是 馬太鄉的話 其實我必須要講這件事情 一定要不革命 因為你們還是承認 現有的所謂的 中華民國體制的這個 行政區化 那 沿著這個 沿著這個 我要提的這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 我主要想要問的問題就是 呃 其實剛剛 剛剛你也有講到說 你是巫師的小孩 所以我想問說 在你的 那個靈室 在你的浴室裡面 就是 原住民運動的未來 到底是 在 體制內 在現有的 因為我想 呃 原住民 原住民朋友在 不管是在政治時期 或是在 在戰後 他們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一些處境 其實歸州原因就是 這就是現代國家 那 呃 您 您 您 你 不問太多 因為等我 全部回到晚 以後 你可能會 真的帶上我 你會不會想 但是我想要問的就是 呃 那個 在你的浴室 在你的臨時當中 呃 原住民運動到底是要走到 呃 在現代國家的 框架之內 爭取你們 最大的自由 還是 還是你們要一個以現在跟現在國家平行的角色 去待在現在國家裡面 對 我想問個世界的問題 謝謝 對 所以你說一個三個 但是喔 我必須 我必須 其他問題的朋友喔 我很抱歉 因為他剛剛問那個問題非常重要 我可能會多挖一點朋友來他的問題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二個 我沒有 其實先回答他 大家好 我代替那個線上的觀眾提問喔 有 他說先謝謝你對於明子咒跟亂倫 這個你的講解他覺得就是有回答到他問題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跟那個我先生的問題很像 就是對於原住民未來的 就是你對原住民開創新局未來的那個想像 可以請你多分享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喔 他說 你這本書跟李朝老師的有一本書叫做 《柔咒之環》 有同樣的那個咒的主題 但是兩本書對咒的內涵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不同 那就是他還有講到另外一本書 就是說李朝的另外一本書是 他就是埋了1947 他是說有一位那個女主角的 那女主角受到強暴 然後省下了兒子 然後他是用這個來引喻說 當時的台灣的人民在 就台灣人民在文化在就是這種混種的狀況下的處境 那所以他的問題是 你對於台灣文化的未來的 有沒有任何開創新局的想像 想跟你請教這個 他還有三四五個問題 我等一下再問 你看 你看 等一下 他有另外一個 他有另外一個 他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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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學先問到消息一下 對啊 同學先問到消息一下 對 對 對 好 我覺得就是 關於這些問題就是 剛剛講的是根明嘛 就是跟轉型生員玩 我們就要去抵抗一些殖民室政府來做 然後 我就想說就是如果跟明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要 在現在的民族國家來說 我們應該還是要進步的眾人討論 然後 因為 其實即使說 我們像漢人後來才進去那塊地居住的話 他也是算是當地的居民 我們是也要跟他去討論一下 可是我們是說 我覺得這個轉型這一個 現在的民族有點 會有點小衝突 像我們也應該跟我說 在新助 像新助我們應該也把他視為台灣的一份子 然後 我想這樣去 要怎麼去解決這個衝突的意思 我想我們第一文就先 先行 你放鬆 第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 何必問答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很難 因為我對台灣同胞的未來 很想像 這個問題真的非常大 然後我只能用實踐 就是像我現在寫小說 只要我發話 都會創建 然後我 就有一些非法的事情 但是第一個問題 跟第三個問題 就是 你不要 你確定要聽我的文 然後 你不要拿你的東西 這樣 我們在這個 我們有一群人 在台北 我們在那個 台北 台北捷運 善老師 善老師 善老師在3號出手 他旁邊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們把那個地方 我們就 我們叫他佔理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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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定行在那邊放什麼 我們第一次在那邊 就放了一個論壇 那個論壇 題目就是 如何一勞永逸的解決圓放問題 那 我們講的就是 最終極的目標 當然是把這個 中華母國流行政府 在台灣趕進去嘛 自憲建國 這就是好講的 大家如果再說不討論的話 那對不起 那我不想回答 那自憲建國 這是一定的 我們的立場是這樣 但是自憲建國 你一定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政體 你猜是什麼政體 當時我們這個路邊論壇 提出來的就是 我們要採取君主立憲制 大家回去臉書看 火國橋的文字 他在很早之前就說 寫過在超克蘭錄他就寫過 承認他是君主立憲態 他認為 你的住民呢 就搬過子 所以你們就變過子 然後不管這個 然後做出 蘇維元首的代表人家 那為什麼我後來延伸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路處 我認為可以一遙遠距離 原號問題 原號問題有很大 就是跟這歷史扯的 所以你剛講的 剛剛說我們在這裡 原來住了很久 我就很想在那裡 他靠我 我們在那邊住 住兩千年跟住 住五十年很久 我的地 我跟了六十代 你把牆走 然後你跟我說 我說我到這邊也住不住 合理嗎 不合理嗎 你說你有發言權 有 你有發言權 你的發言權就是說 是我同意 漢人這個 因為有人在我的那個 share 我的那個 video 的時候 講說我 我一不同意的就是 漢人沒有發言權這一點 漢人有發言權 漢人一定要同意 所以我為什麼說這個 這個歷史仇恨的問題 必須要解決 這是一個気持的問題 那気持的問題 怎麼解決 用尊重來解決 給予社會議論 給予一個 就剛好你知道 這都會湊在剛剛講 台灣呢 是主要的人口是漢人 漢人的國化 基本上 受儒約要思想是比較難事 漢人有一個傳統 叫做真大諾 以前真大諾是怎麼 真皇帝 連皇家之間都會打打殺殺 所以這個大諾一定要把他砍掉 你們不能真大諾 因為為了你們好 不能給你們真大諾 我們要當貴族 你當貴族 那這些禮物局在管理的 你們這些阿里普達的土地啦 全部就當 你成立一個貴族財產管理群 然後這個 然後這期就不匯耀的禮物 然後這不握什麼錢 這個很合理吧 過來就是我們的三領导 那你 你們體制改變一下 然後五季祖立線 有虛惟員首 虛惟員首到底是哪一組 是 其實我覺得排槍組比較適合 但是 這排槍組得比較體面 而且他們 他們剛剛說那個法拉綠 他們是貴族 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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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他們是貴族 貴族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 他們也是貴族 但是都不可以當他們的貴族 因為他們只要貴族貴族 或者輪流幹也可以 那個有 就 佛國橋的輪章裡面就有幾個 有 哪一個國家是輪流幹 其實這現在現實的國際政法就 因為他比利池也是選擇 對 那個比利池是選一個外邦人 外邦人來當自己的國王 就從這個國雜 那現在的 現在裡面最明顯的例子是 馬來西亞 對對對 佛國橋要講的就是馬來西亞 就是各邦不輸到馬路人員當馬 人員當國家有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什麼方法 這個可以再討論的話 但是我們的 當時我們那天的緊張就是這樣 怎麼樣日常有越減緣 然後 當然前提第一 好 先把那個 那個火包丸搞進去 好 然後我們自限劍 自限了採取軍閥限制 人就變成貴族 然後呢 把你們的汗都拔掉 你們再怎麼 你們全部都去選國會議員 最多 你就是當到首相 就這樣 你就 這個給不解決了很多問題 你們慢慢的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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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底盤就會 慢慢的死掉 這個是真的 因為台灣不適合總統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到今天 看你很清楚了嘛 我們把他拔掉 那你讓我們當 當貴族 對不對 我們就會覺得說 好歹歷史正義我獲得一點 從171不是 漢人其實從 我是唸歷史 我不要不用我啦 死七世紀就開始啦 對不對 不是 不是 不是後來才來的 以前就有啦 雖然說我們自己人病之間 也沒有少打架 但是要講原漢糾紛的話 四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嘛 所以 這個歷史仇恨 必須要用一個對現實有益的方式來做 不然的話 你仇恨 然後 你在那邊真 真歷史評價 真完了 手掛 我們還是一樣會這樣讀啊 你就有意義啊 對 給我們當貴族 然後呢 就學藝國嘛 上下一頁 我們貴族 我們就只是有那個定位 我們都跟你真 你們要玩政治 你們要權利 你們就去玩啦 我們就當貴族就好了 我們每天躺個蛋 不是 同意嗎 我們有貴族財產管理局嘛 那我們每天都躺著幹 因為原漢糾紛不適合搞政治 這是 我是說真的 我們 你看我們有多少人是 是藝術家 是運動員 多少 歌手啊什麼什麼 或者是這些創作者 我們不適合搞政治 我們不適合搞經濟 我們自己不認為我們適合這個 漢人的主要的社會 所以給我們當貴族 讓我們每天躺著幹 做雕刻的做雕刻的 唱幫我們一直唱幫人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人漢就仇恨也解決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可以封絕啊 然後封絕 所以這兩個問題 所以你剛剛講的 你說只是更名而已 當然現 連這個都做不到的話 把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聯王政府 推進台灣海峽 然後制限建國 然後再憲法 因為明定採取軍委限制 怎麼可能辦得到呢 對不對 從小事做起 反正都要從小事做起 你跟你老婆是有小孩 你是從小事做起 所以我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都有回答到 大家可以回去看 因為柏柏小時候 他的文章很長 那他裡面講的 我不一定都玩人同意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因為我覺得這方法很好 只是我特別提到一點 是有用的 他解決了人和之間的極狂 你來的仇恨 因為我們每次 平常好像我們現在搭嘻哈 真的有事的時候 那個是仇恨 對不對 我們在面對他人的一些 我們是抗爭的時候 你看你會感覺到那個是仇恨 那個必須要被解決 而且那個仇恨問題是闖下去 戴穿戴 因為會越講越嚴重 事情就是要越講越嚴重 那至於文化那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有一點覺得 提到李喬王 其實我就有點想要 就是腿軟 如果拿這麼大的名字出來問你 這個叫我如何回答 對 就是我臉不在後裏 那麼簡單 但是就是說 對於台灣人的文化未來的想像 我覺得就是去實踐 各種不同的實踐方式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要給我們時間 讓我們躺不幹 讓我們當會子 我們會好好的實踐這個文化 都會好 OK 好 那第一輪 讓我們趕快進行第二輪 怎麼樣 我要講快一點 因為要補充 整個總結一下 剛剛那個王老師這邊有講到 就是說那個 我們孫洞山 其實我們的教科說洗腦文化是很嚴重 我們都說國父11次革命 可是幹他媽的 他八次沒有到 他三次坐在後面看 到底誰帶帶領我們 我們明明是黃克強 黃欣在那邊帶著 他是帶頭親自打仗 還斷了兩隻手指頭 然後還拿小模擬去扣板機的 啊 孫洞山怎麼樣 好我們準備要革命了 我先去國外募款 我去美國 我去日本 我去團香山 啊然後誰打仗 黃欣打仗 然後我們現在都說他是國父 為何 因為他有一個超崇拜他的人是誰 蔣東正啊 蔣東正超崇拜他 所以他就想說我一定要把他給國父啊 然後他承接下來的國父基則是他 這就是文化 網路上有資料 其實這就是為什麼資訊要必須要去看 要去搜集 因為我們資訊如果被人家騙亂 我們就什麼都不知道 228也是啊 教科書裡面一句話寫著 啊 早期民國喔 國民這麼過來喔 那時候他比較亂喔 所以就不想抓那個問題 好 但是我要說的是 剛剛那個同學姬 剛剛瑪莎 怎麼講的 比較有講的 哪 哪 哪 快 不然我講就講了 好 不知道怎麼講 我覺得 我覺得 未來原住民跟台灣 我覺得就是 民主 就是住民自決 包含說 其他世界的公投一貫 民主的公投 住民自權 妖嬌 就是 如同 主講的 你所講的 你的事情 你們可以看 你們可以在旁邊看 但是 真正在做這個事情 在做決議政策 是我們在地的人 就如同 今天中國道教人跟我講說 你台灣未來生死是由我中國道權 你們 你剛剛那個問題就是這個意思啊 你不要跟我開什麼玩笑 中國就是中國 台灣就是台灣 你不要跟我開什麼玩笑 如同原住民也是一樣 派人就是派人 原住民就是原住民 但是可以和平相處 但是問題解決就是 住民自己解決的 這樣OK 有沒有其他的朋友要 我想說 我可能最後想像 因為今天大家很多都提到未來 所以未來的東西 我想用 也用做的角度 跟大家談一下 什麼叫未來 也是 因為我們常常想說 我想像未來是長什麼樣子 那就像講的 如果你把一個東西做個限定處理的話 它就會出現漏洞 它就會 它就會 它就有缺陷出現 所以未來之水無敵在它 是不確定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創造未來 那這才是 未來之水吸引人的地方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今天很多提到未來 所以隨便用這個角度 跟他談一下 什麼是未來的這種狀況 大家不要認為說 我們今天有個方向 OK 大家都跑這個方向來走 這其實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未來大家從永遠都要從事 用這種比較挑戰性來看待它 才不會讓這個東西 像為什麼拿告的書 到最後的結果 會是一個開放式的結果 因為那個結果 是一個沒有空隙的結果 未來有所有人 自己去做決定 我想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該來的提示 我可以接妳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想最後請拿告做個總結 好嗎 我的總結就是說呢 我感覺到今天大家花400萬百四的可能性不高 因為留下來的剩下 不然有到一半 那買買書我覺得是小事的 但是至少能捐個五十塊給自己找 這個哲學驚喜舞 我們創辦人 已經感到從 在比例前面的十年來出國了 這個經營到今天四年 在台灣 甚至到美國 有進去的 有不進去的 其實這是非常不要幸福的工作 我們靠志工 所以 這個 這個 大家買我的小說 看不看 我到底是希望大家買我的小說 但是你不買 你沒有關係 你至少捐個錢 讓他們能夠持續的進行下去 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 你今天在這裡 聽我們談報 聽了這些討論 或者任何 任何過益的話 你就有個油 超一點錢出來 乃至少 你精彈要做 所以我的 我的結論是 算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對台灣文化未來的祈福 大家更出一點 把這個文化文化 不管這個文化 是怎樣 當然我們希望它是改革的使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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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謝謝大家 來參與今天的 這個 這次繼續我們在台中 好 然後再次感謝大家 好 在禮拜五的末晚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這樣的一個 謝謝 好 那一樣就是非常感謝 今天的那個 祝江哲基 就是帶來今天晚上的這樣子的分享 相信 應該大家也有 不一樣的想法 在經過今晚之後 那一樣 我們這邊有 雪島之中 350塊 跟這個 跟這個 易柱箱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套餐 400塊 好 好 那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 一樣在這個地方 禮拜五的晚上7點 那我們下禮拜要談的是 關於一個台中在地的議題 在黎明新村那個地方 有一條溪流 叫做黎明宮 那我們要 他前幾年前 因為都市開發 都市重化的問題 被整個蓋起來 而留下一小段的 生態非常好的一段的黎明宮 可是最近 他的好像是支流 還是一個旁邊的地方 又因為都市的開發案 所以開始有建章 想要去基於他這樣子 所以我們下禮拜 要來談談這條黎明多的過去 也是現在與未來 那也非常歡迎下個禮拜 在這裡可以再度看到大家 謝謝